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选择应用图像命令 在当前的应用图像对话框中 我们选择通道为蓝通道 勾选反向复选框 将当前的图层混合模式更改为正片叠底 将不透明度设置为45% 点击确定 接着我们再来选择绿色通道 选择图像 应用图像命令 在通道中我们选择绿色通道 勾选反向复选框 将当前的混合模式更改为正片叠底 不透明度更改为30% 点击确定 接着我们再来选择绿色通道 选择图像菜单 选择应用图像命令 将当前的混合模式更改为颜色加深 不透明度设置为80% 设置完成之后点击确定 设置完成之后 我们选择RGB通道 回到当前的图层面板 这就是我们处理之后的效果 接着我们需要进行下一步的处理 选择图像菜单 选择调整色接命令 把图像色接 设置完成之后 设置完成之后 点击确定 接着我们再来选择图像 调整 曲线命令 调整当前图像的曲线 调整完成之后 点击确定 接着我们继继续选择图像菜单 选择调整 色相饱和度命令 调整当前图像的色相饱和度 输入当前的饱和度为13 输入明度为-10 输入完成之后点击确定 接着我们双击背景层 得到图层0 使其变成可编辑的图层 继续双击图层0 在弹出的图层样式面板中 我们选择渐变叠加 将单前的图层混合模式 更改为颜色加深 调整当前的不透明度为50% 单击渐变编辑器 调整当前的渐变 继续添加一个色标 调整当前色标的位置到60% 调整完成之后点击确定 勾选当前的反向复选框 调整当前的角度为-45度 将缩放调整到最大150 设置完成之后点击确定 接着我们来选择工具箱中的文字工具 输入文字 输入完成文字之后 这张图片就处理完成了 感谢您观看 21护林远程教育网的课程 再见